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它其实是一段简短的对话 第一二节是前来圣殿求圣的人们在说话 他们鼓励那些在深夜值班 看守圣殿的另一位祭司们 务必要打起精神 时时刻刻承送上帝 而第三节则是祭司们的回答 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34篇 诗篇第134篇 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 你们当称颂耶和华 你们当向圣所举手 称颂耶和华 愿造天地的耶和华 从西安赐福给你们 彻夜侍奉了六位祭司们 虽然可能已经有些疲惫 但他们仍以祝福的话语 来回应朝圣者们的提醒 其实这蛮不容易的 对吗 有时候 我们难免会因为他人的提醒而过敏 心想 难道它是指我做得不够好吗 鼓励你放轻松 朝圣者们的提醒 是出自于一颗爱神的心 同时也算是一种加油打气的方式 而旁人给我们的提醒 通常也都是出自于善意 那就让我们敞开心来接纳 并且也用感谢与祝福来回应吧 我们且等了 亲爱的绝苏 谢谢你让许多伙伴 给予我很好的提醒 也成为我很重要的支持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在神的话语里 展开美好的一天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